新古装悬疑探案剧大明暗茶室央视开播仪式 在杭州无山城隍阁周星辞隆重举行 导演黄克明携姚鲁 丁永黛 高兴 杨阳 李兴益等主创出席了发布会 大明暗茶室讲述的是铁面玉室的周星在杭州任暗茶室的精彩审案茶兄的传奇经历 说起当初出演周星这个角色姚鲁可谓是一波三折 我说姚鲁我想拍这个电视剧 我什么呀 大明暗茶室 我说你什么时候拍啊 他说半年以后 我当然特别不屑地说吃饭吧 然后半年以后这个戏就真的开始运作了 然后我就给他说我想演周星 他特别不屑地给我说吃饭吧 真的 然后过几天之后我就见他了 他又说我说我真的想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周星 他就不屑地说吃饭吧 虽然这是一部古装悬疑剧 但是剧组生活却是欢乐多 但问起最难忘的经历时 女主角杨阳的答案确实让大家哭笑不得 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和杨老师共享了好吃的方便面 我今天不说我觉得欠你一辈子 就热起来人不太想吃东西 很多那些饭 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 我带着我的方便面 然后去化妆间 然后被杨老师闻到了 说你那些什么 然后就这样 然后我就给他寄了一箱 然后就是让这个化妆间每天都充满了这个很好吃的那个方便面的香味 然后我们心情都很美好 就很美好的心情 化了妆 然后去现场拍戏 谢谢